第二十二集 张起小脸蛋大眼睛 肌肤白白嫩嫩的相当可人 这一哭 长长的睫毛上 沾上了大颗大颗的泪水 一滴滴滚落于脸庞 映着七彩的阳光 甚是好看 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 广灵王甚至伸出手 帮他把鹅发扶开 对上他的眼 张起便哭不下去了 他眨巴眨巴着眼 慢慢止住了哭泣 小声地抽叶起来 不哭了 张起哽咽地点了点头 很好 广灵王道 我不喜欢爱哭的骨子 真的 张起睁大了眼 看到他亮了双眼 广灵王又有点想笑 他冷着声音说道 特别是假哭指 我一眼见了 便想一箭砍杀 张起眼中的光亮消失了 广灵王嘴角扯了扯 他浮上了张起的脸 回府后收拾一下包袱 到时我没有时间等你 张起的双眼瞪得滚圆 他的唇颤了颤 又颤了颤 终是无力地说道 可 可是 我 我不想 我说了 你的眼神很干净 而且 你容颜会不错 不至于让我看得心烦 所以 你不想 也得想 干干脆脆地丢下这句话 广灵王从怀中掏出一定金子扔给他 回去准备一下 该打点的 多打点 说吧 他诗然转身 带着两个黑衣大汉上了马车 直到他的马车走了一会儿 张起才低叫一声 转眼 他便闭紧了嘴 传说中 他明明是个宽厚大度的 这样的人 应该不惜强人所难 怎么实际上 根本不是如此 他也不想想 广灵王的宽厚大度 是针对他的属下 他又算得了什么 在天下男人的眼里 如他这种身份的小姑子 闹脾气是小性子 说什么心愿 也是小姑子爱做梦 反正不是给了这个 便是给了那个低微之人 自己捡去 等过上好日子 他就会知道感激庆幸的 张起呆呆地站着 好一会儿才转过头 这一转头 他看到站在二十步开外 正冷冷地看着他的肖默 肖默 他什么时候来的 见张起终于注意到自己 肖默大步向他走来 盯了张起一会儿 他转头 看向广灵王那远去的马车 回过头来 肖默看着低着头 苦巴着脸 额发早就被他重新梳下的张起 他声音放缓 说道 拿来 什么 金子 金子 广灵王给的金子 张起手一颤 好一会儿才咬着牙 把那金子递到肖默手中 刚把金子递出 他便笑得双眼成了月牙 欢快地对肖默说道 阿末 这金子可以购尽一些粮田吗 你帮我再买上一些好不好 脑子倒转得快 肖默盯着他 声音低而沉道 你要那么多粮田干什么 难不成还怕没了饭去 他把金子收入怀中 另外拿出一个油布包来 把这个张起熟悉无比的油布包 递给他 肖默道 金子你就别想了 收下这个吧 张起结果 他不必看 也知道这油布包里 放着的是一张房契 他刚刚才把它送给肖默 这一会儿 他又重新把它送回到他手中 张起低头看着他 他想磨牙 想把它扔回肖默的脸上 可他什么也不愿做了 有什么用呢 张起的话说的最硬 也没人听进耳 他的志向说的最伟大 也被人全当笑话 也是 那些迎来送往的歌迹 那些生死辗转的妓妾 怎么可能会有男人 愿意听他们说自己的心思 便如那美人妇 只需要把美人的衣服 形貌形容得动人就可以了 哪管美人的笑容 到底是累 还是恨 张起垂眸 把那房契收入怀里 也好 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反抗广陵王了 看看这肖默 又能有什么好法子 见他收起 肖默终于展开一个笑容 他摸了摸张起的脸颊 沉声道 把自己藏好一些 不可再有下一次了 说到这里 他又深深地凝视着张起 从刚才他与广陵王的对话 便可以看出 这个小姑子藏了很多事 他是说张起的脸 不能再被他人看到了 他无暇一次又一次地 应对张起惹下的麻烦吧 张起垂眸 无心应试 他转身便想爬上马车 肖默瞟了一眼那车帘 向远处的肖露招了招手 肖露小跑过来后 肖默朝着车帘一指道 马上令人坐个同样的车帘送来 肖露一看 苦着脸道 郎君怕是没那么快 要赶在张锦发现之前 怕是不能的 肖默嗡了一声道 慢也无妨 是 肖露走后 肖默双手赋于背后 静静地看着远处的青山 只是不吭声 张起缩手缩脚地站在他身后 也不敢吱声 过了好一会儿 肖默沉声说道 广陵王刚才跟你说了什么 广陵王 他给我了金子 还说让我准备准备 听他脆脆小小的声音 肖默转过头来 他盯着张起 问道 你是怎生与他相识的 怎么对张起如此的关注 张起食指相抵 小声地说道 就是那日郎君府上有宴 我在堂边斜了一把脸 给他看到了 他说 我的眼睛很干净 看他时没有斜丝 他喜欢 以广陵王的姿色 倒是有这可能 肖默的脸更沉了 回去后安分些 这事我会处理 好一会儿 他才说道 张起没有吱声 见他盯着自己 他才嘀嘀地说道 阿起 还是喜欢那句诗 便是那句 宁坐野间之双福 不愿云间之别鹤吗 肖默盯着他 肖默徐徐地道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不用喜欢 张起白了白脸 他终是闭紧了嘴 既然说话没用 那就用行动吧 这时 后面传来一阵 叽叽喳喳声 众郎君姑子回来了 张起连忙 朝着肖默一扶道 阿起告退 说吧 他猫着腰 几个闪身 便躲在了一辆马车后 见他鬼鬼祟祟 那丑向自己的大眼 还眨巴眨巴地求着 一直有股玉气的肖默 便心下一软 他朝张起点了点头 回过头去 斯文俊秀的脸上 布上了一个 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后 便迎了上去 不一会儿 一声惊叫 令得张起颤了颤 这车帘怎么回事 接着 一个郎君的惊叹声 也传来 分明是被戾气所割 难不成 有盗匪盯上了 这话一出 四下嗡嗡一片 张紧的两个婢子 连忙爬上 不一会儿 一婢子在里面说道 东西都在呢 议论声越演越烈 众人的想象力 也越来越丰富 张起见人都到得差不多了 偷偷摸摸地钻出来 混在了人群里 过了一会儿 肖默说道 这地方还是不要耽搁酒了 既然人已到齐 走吧 一句话已提醒众人 既然这里可能有盗贼 还是速速离开的好 众人连忙钻进马车 张起也顺势 入了自己的马车 张紧刚坐下 便看到旁边的马车上 张起伤了上去 他朝张起一瞪 正要发火 瞅到肖默的马车 终是放软了声音道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原来张紧还是注意到了自己 张起不知道 张紧是一直注意着肖默 这才发现张起也不见了 张起低声道 我 我想如策 走着走着 却失了方向 见张紧脸寒如水 他急得咬住舌头 姐姐 姐姐 你别挠 我说 我说 是我 没见过外面是什么样 一时贪玩 便走失了方向 他这么一说 张紧便信了 他瞪了一眼 压低声音 喝道 就是个没见过市民的 正说着 感觉到一缕目光飘来 他连忙回头 看他的 正是肖默 四目相对时 肖默朝张紧温柔一笑 这一笑 顿如夏日的一叠冰水 张紧通身皆量 这次游玩被他冷落的落寞 一下子 萧尼无踪了 本来 这次野游 就是肖默提倡的 当时张紧还以为 自己可以与爱郎 欢快地相处半天呢 得到肖默的一个笑容 张紧明显心情转好 看张启时 也不再那么 横挑眉毛 竖挑眼的了 张启看到这里 不由蠢道 难不成 大夫人已经同意肖默 与张氏姑子亲近了 这样一想 他直吓了一跳 双手紧紧地搅着手帕 张启想到 如果大夫人的禁令解了 广陵王的事意解决 我便会被一辆马车 送入肖府的 不行 不能这样 他咬着唇 这种被动的感觉 真是不好 存到这里 感觉有一束目光 看向自己 张启抬头 这一抬头 张萱冲他 温柔一笑 点了点头 是九兄呢 在他面前 张启是放松的 他回忆一笑 马车驶回了张府 一落地 张启便感到疲惫非常 回到房中 他懒懒地躺在榻上 要不是以他的身份 没有随意沐浴的资格 他好想泡在水里 好好冷静一下 侧过头 看着纱窗外的天空 张启想到 只能等了 是的 只能等了 不管是广陵王的决定 还是肖默的动作 他只能被动地接受 也许 在有些人的眼里 能被这么优秀的 两个男人索取 他得荣幸才是 可是张启深深地明白 他们索取自己 与索取任何一样 他们相中的物品 没什么区别 不过是玩物罢了 记忆中 它都不是玩物 这一世 它更不可能 是一个玩物 想到疲惫处 张启闭上了眼 直到阿绿的笑声 从外面不时飘来 张启才坐起来 他从怀中 掏出肖默给他的房契 咬着牙 趴在地上 翻出先前的房契地契 然后放在一起 这房子 全当是自己赚来的 一天转眼便过去了 这一天 张启过得非常平静 第二天一大早 张启寻到依旧在 亭台上读书的张萱 围在他的身边 跟他学了一些诗文后 张启泱泱地垂下了眼 张萱看向他 关切地问道 阿细可是不是 张启摇了摇头 小声地说 不是 他眨着大眼 想了好久 如如地说道 我有一事 瞒着九兄 他看向张萱 九兄 你会不会怪我 张萱见他表情可怜可爱 不由伸手扶上了他的发 温柔道 九兄怎么会怪你 张启灿烂一笑道 真的 九兄不怪我 他瞅着张萱 悄悄地说道 上一次 我修了一幅画 放在外面寄卖 结果陛下看到了 给了我八十斤 张萱不敢置信 惊道 当真 对上一脸认真 不似作为的张启 他站起来 拂着双手道 当今陛下 于诗话之道 造诣极深 阿启秀的东西 竟然连陛下也喜欢 那定是极好极好 张启被他夸得红了脸 他从怀中掏出一个手帕 从睫毛底下 瞅向张萱 又是欢喜 又是羞怯地说道 便是与这个一般的 张萱接过手来 把那手帕一打开 他便是一正 转眼叹道 阿启真真聪慧 转眼 他想到张启学诗文时的聪颖 也就不奇怪了 张启又小心地 掏出了一个邮包 朝寺下里看了一眼 见没人注意后 他咬着唇说道 这里有两套房器和一些地气 便是纳金购来的 阿启想求九兄 帮我收卖了 他低着头 左手搅着一脚 喃喃地说道 我原还想着 要是有一天我能嫁出去 这些可还做嫁妆 眼下阿启明白了 死身终是扶平 说不定哪一日 便飘到了天尽头 还是留些银钱 傍身的好 他语气低微 小小的身躯在春风里 不胜寒意地哆嗦着 饶是张轩早已习惯 饶是他从骨子里边认为 地位低微的庶女私生女 被人锁了做妾是极正常的 这一刻 也浮起了一缕怜心 他看着张琪 似乎直到这一刻 才发现 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 怕死怕孤单 怕欺凌的人 张轩沉默着 从他手中接过了邮补包 他刚接过 便看到张琪巴巴地 望着那邮补包 那小脸上满是希望 还有紧张 害怕 甚至是惶惑 仿佛他手中拿的是 张琪一生的依靠 是他立身存命的根本 没有了他们 张琪便一无所有了 张轩一阵心酸 他把邮包放到怀里 伸手抚着张琪的脸 滴滴地说道 你放心 兄长必会扮得妥妥的 转眼他又关切地问道 换了银钱妥当吗 张琪摇头 他低声说道 阿琪听人说过 那些大夫人家的机械 机室 离符合入门时 有些得了事的奴仆 会搜身的 张轩皱着眉 寻思了一会儿道 那全部换成金子如何 金小异藏 张琪大力地点着头 嫩白的小脸 又是可爱又是可疼 好的好的 多谢九兄 张轩这是已打定主意 到时折成金子后 自己再添点进去 便说是售价提高了 他伸手掐了一把 张琪嫩嫩的脸 笑道 不用谢 顿了顿 他说道 以后你许人 九兄会看顾点 不至于让那轻薄 荒淫之徒得了去 这有什么用 肖默是荒淫之人吗 广陵王更不是 关键是 他不能以季妾 或妾室的身份 嫁给任何人 当然 张琪不会说出 他调皮地 朝着张轩一扶 笑嘻嘻地说道 那阿琪就多谢九兄 那阿琪就多谢